苦吞三連敗的中型羊頭米蘭達 在黃山軍連勝期間掛帥先發 讓人希望能一掃最近的小低潮 但殊不知人家統一也是有備而來 一局上就跟米蘭達難看 前兩棒陳傑仙跟吳傑瑞 都靠著利亞安達上壘 這些打亂最高薪洋將的投球步調 但局出現兩次寶宋 讓支隊並不協任攻下第一分 而且米蘭達的狀況 並沒有如台中天氣穩定下來 三上同一靠著安達串聯 再次攻占得點圈 林安可也不客氣 中間穿越安達 幫助支隊再添一分 而且攻勢還沒有落幕 稍後滿壘局面 小將林祖傑適時見攻 一棒掃出 深遠飛球 這球落地 支隊至少攻下兩分沒問題 想不到師兄鐵了心 要給師弟賺打點 壘上跑者通通回到本壘 這是一支三分打點的二壘安達 同一這局大有斬破 取得六比零領先 看起來師隊終止三連敗 機會濃厚 但別忘了 比賽才進行到三局 變數還是不小 忽然下半局就有狀況 師隊小將林靖凱 面對江庫宇敲出的內野滾地球 回傳一壘時 竟然傳歪了 也讓黃山君開啟攻勢 接下來靠著安打串聯 同樣也攻佔滿壘局面 張志豪跟周思琦都貢獻帶有打點安打 忠信兄弟先追兩分 而且一樣是滿壘局面 陳子豪也把握機會 一棒掃得深遠又出現在兩人出局 內上跑者頭也不回 忠信靠著陳子豪的清壘安打 也回進一個五分大局 發落後追到一分差 也難怪兩軍搶分心切 因為天氣實在不穩定 比賽進行到四局下 一度因雨中斷 經過兩個小時暫停 這場現場工作人員細心整理 比賽總算恢復進行 不過雨神攪局 兩軍打線也隨著降溫 直到八局上才有動靜 陳崇宇面對吳俊偉 一棒狠狠咬中 用陽春炮幫助球隊再添保險分 從一七比五領先 但黃山軍的強攻不是不斗 只是時候未到 八下黃山軍攻佔得點圈 帶打的蘇偉達不負所託 面對區前佈陣 一棒打得巧妙 忠信先追一分 並且保有得點圈機會 肖將也沒讓前輩專美於前 將昆宇不用管內野佈陣 因為他直接把球送得老遠 這支中外野的深遠安打 幫助黃山軍一棒逆轉 忠信在這局大有斬破 可得四瞻狠狠吞下四分大局 中場忠信就以九比八 效納五顏勝 白區新聞綜合報導 為了 除非 為了